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裕向前衝 我是王志玉 大陸的十一黃金周 創下了驚人的記錄 儘管大陸整體的經濟成長 是趨緩的 不過呢 在黃金周完全沒這個感覺 因為出遊的人數跟消費金額 還是大幅的成長 大陸的內需市場 現在看起來真的是太大了 只不過呢 因為人潮太多到處亂象 而且還出現了所謂的 黃金周症候群 到底什麼叫做黃金周症候群呢 今天要帶您來聊一聊 我們今天節目來賓 萬寶投顧的協理王榮旭 榮旭哥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基金一姐 趙靜宇 靜宇姐你好 大家好 好那麼提到這個大陸十一黃金周 相信最近大家看到他們的畫面 你就會覺得說 大陸人家都說大山大水 很美對不對 很壯觀的這個場景 不過這回看到了 哇這個是幾億人出遊 也真的非常壯觀 人家形容說 以前我們到萬里長城去 你要看這個遼闊的天 你要看這個歷史留下來的遺跡 但是呢 他們大陸自己人形容說 到長城去 因為全部都是人 所以呢 就是上山看人家的屁股 因為呢 你這個樓梯往上 你一路看人家屁股上去 然後你要下山的時候 你就一路看人家頭頂下來 完全沒有景觀可言 到底十一黃金周 有多少人潮出遊呢 帶您看我們的報導 想來個登泰山而小天下 但視線全被一個個人頭擋住 所有能站的地方都被遊客盤踞 中國十一黃金中 人多到真的像一碗濃稠的粥 我現在是在古浪雨日光炎的觀景台 剛才我從景區的入口一直爬到我後面的這個天峰台 由於人數控制一共是花了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只能容納一萬七千人的古浪雨 每天遊客卻多達十二萬 大家前胸貼後背 一股濕熱的暖流推著遊客前進 不過只要挨過五分鐘走一公尺的煎熬 攻頂的那一刻一切都值得 今天人挺多的 但是還好吧 這些景色挺漂亮的 不論上山下海都人滿為患 來到湖邊狀況一樣慘 湖面路面橋樑 遊客繽紛三路 把西湖美景包得密不透風 想拍一張獨照 最後都成了團體照 斷橋上人頭攢動 一分鐘來往遊客達700多人 有網友戲稱斷橋真的要斷了 北京故宮遊客比去年增長44% 南京周山林遊客暴增十倍 中秋佳節緊接國慶假期 中國各地不只永人潮 前潮一樣洶湧 三里新聞張星恒報道 好我們來看看 剛剛你看到這麼多人潮 人家說人潮是前潮嘛 所以可見他們這個旅遊業 應該是賺寶寶 我們來看看大陸的黃金周 統計的一個數字 那麼這個數字 你看起來說 不是幾億人去玩嗎 其實這個數字遠遠低於 這個大家心裡頭真實的數字 因為這是大陸一百一十九個風景區 光是風景區他們的旅遊人數 買票進去的四百二十四萬人 比去年就足足成長了百分之二十 而在這個風景區旅遊的收入是 十七點六五億 是人民幣你要乘以四點六五哦 比去年增長了百分之二十四點九六 這光光是風景區而已 你如果說去玩那種不用門票的 那還算不出來 所以大家說哇這一回的十一黃金周 是幾億人的移動耶 對不對 菁姐 沒有錯哦 你讓我想到十年前 那只是十年前哦 那大家看到那個畫面哦 你要親身盡力你才知道 我當年我記得我是去寒山寺 是 夜半終身到客船 要去朝聖一下你知道嗎 然後他因為他也是山路 你就看到就是剛才那個畫面啊 前胸天後背 然後那個小朋友 因為他實在沒有車可以坐 我是坐在車子裡 我塞了幾個小時上山 然後你就看到路上就是這樣子 每個人都貼在一起 然後小孩沒辦法就架在脖子上 爸爸就背著孩子就這樣上去 那我就寒山寺 當然想去哪裡這個 拜一拜看一看啊 結果我也不用拜了 因為我拜的都是人 對 就是拜人家屁股 就是那個畫面 其實我有點嚇到 因為那年是個過年 就我印象裡就是過年哦 也是要一個長假 你想想看那是十年前的事情 嚇到我現在我其實 只要是內地如果放假 像這種日子 我都絕對不敢去那年晚 太恐怖了 對 就是真的太恐怖了 所以你剛才講說 現在這個數字真的是小case 因為你要知道 交通工具的移動 就是說還有很多是景點 它沒有報 因為只有110個 中國怎麼可能只有110個景點 對 所以我們初步就是 目前所了解 大概有3.6億人 整個就是在中國移動 這一回大家出去玩的 出去玩 就是等於交通工具移動 對 那總消費金額是多少 你知道嗎 台幣8300億 8300億耶 對 台幣哦 對 你就想這是非常非常龐大的金額 對 所以這個數字你想想看 就是說我們可以想像 就是說你到哪去 因為你總會買點東西 對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哇這個中國的這個 這一波的內需 應該說每一年都有 但是今年我覺得 我有種感覺了 就是說大家會覺得說 可能不景氣 就是不景氣 與其賠掉不如花掉 是 就是說我可能怎麼樣 反正 閒著就閒著啦 然後再來說天氣還不錯 我就出去哪裡晃一晃 買點小東西 買點吃吃喝喝的 對 這個金額反而把今年怎麼樣 把它刺激出來 好 我們剛剛其實看到 這個靜雲姐提到了 這一回的黃金鐘 我們看到人數出遊 剛剛看到那個場景 然後靜雲姐自己的感想 就哇 真的人好多 大家之前會提到說 這個大陸的經濟 最近是硬著路 軟著路 談很多 不過呢其實從黃金鐘 你就發現說 其實大陸還有些產業 現在也是在崛起當中 對呀 這個其實就是 食育住行育樂嘛 這個人的這個基本的需求都會有 台灣如果能夠出現這樣的人潮 你看多好 台灣我剛剛看那個這個景象 大概台灣只有一年一次的那種 這個媽祖遶境 才有這麼多人 才有這麼多人 那這麼擠啊 所以其實這個大陸就是說 它是這個世界工廠 那現在他們賺了錢 就變成世界市場了 所以這麼多的人潮 至於剛剛講 對 人潮就是前潮 所以這一次的十一長價 其實對於中國的內需的一個市場 內需的產業 其實帶出了蠻多的一個這個機會 譬如說 因為我們在台灣的話 如果說我們看台灣的一個這個股票市場 真的到中國到陸去 有吃到十一長價商機了 大概只有百貨類 那百貨類的一個部分 你出去玩 有些人沒有出去玩的 有時候在家吃吃喝喝的 也是要花錢嘛 對不對 那百貨公司那就更不用講了 現在這個很多這個公司 百貨公司都在做週年慶嘛 所以我想這個這一次喔 其實還沒有十一長價之前 有一些中概的通路股 就已經先漲 而且這是一個波段的長線的漲幅 譬如說我們在國內 大家都知道的就是 轉投資中國大潤發 在潤泰泉的部分 你看這一波的股價很強 我們在看這一波電子股 很多的股票在跌 但是潤泰泉的股價呢 可以看到它從三十幾塊 一路漲到今天已經是七十幾塊 那漲幅多少呢 漲幅已經超過七成 所以你說股票真的很難做嗎 也未必喔 那你看 除了說潤泰泉之外呢 像潤泰鑫 潤泰鑫 它也是跟潤泰泉一樣 就是轉投資 中國大潤發 你看它股價也是長線的一個多頭 不過這個必須要抱得住啦 因為它不是每天大漲的股票 它是漲 但是一波漲很久 然後還有類似像這種的股票 這種股票可能大家就沒有想到 像這個叫做F金殼 大家可能不熟 對 這個可能大家不熟 不過它是中國大陸最大的隱形眼鏡的品牌 隱形眼鏡 對隱形眼鏡 那這個又跟十一長假有什麼關係呢 你出門旅遊 有女孩子我想就比較聽得懂 要日拋型 對 要日拋型的 然後出去 你出去總是要拍照 你戴眼鏡就比較不好看 就喜歡戴隱形眼鏡出去玩 你出去玩 其實你戴隱形眼鏡 是比較方便一點 有時候要玩水怎麼樣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 它的一個消費的一個忘記 那金殼它是台灣到中國大陸去 已經耕耘非常久了 一家很有名的這個眼鏡公司 隱形眼鏡公司 只是我們在台灣可能不知道 不過未來可能知道 因為它的產品現在又搬回來台灣 再賣了 這家叫海昌隱形眼鏡 在中國大陸是市占第一名 蔡依林嗎 蔡依林廣告 那個廣告我是沒看過 不過最近生技股不是大漲特漲嗎 像這種其實就屬於 有點像醫美的概念 其實這一次十一黃金周围 很多人是跑到韓國去 做整形的 因為這一次放假的時間又長 所以很多跑去韓國 聽說有十萬人之多 但這十萬人不一定全部都是去 做醫療美容 所以我想說台灣其實有蠻多 這種整形 醫療美容的一個產業 其實如果說我們透過 能夠透過這種兩岸的一個合作的話 其實我們是可以吃到這一塊商機的 我們現在台灣景氣不好 其實我們可以大可可以利用 中國的一個消費 對 所以其實這個十一黃金周 我們就帶你們來看看 其實這過去我們一直談說 這一回喔 因為剛好他們過去十一很喜歡到日本去玩 結果這一回大家說 這個釣魚台世界會不會到台灣來玩 我們來看看數字上喔 這回十一黃金周陸客來台 四天真的破四萬人 之前我們還擔心說數字可能不好看 因為呢 你臨時要從日本改到台灣 你有一些手續要申請嘛 不過我們現在來看看數字 其實還是ok 從9月29號到10月4號的統計喔 陸客呢總共到台灣有 四萬四千八百五十九人 那麼其中呢 團客是三萬一千人喔 平均一天可能有五千兩百多人在台灣玩 然後呢自由行的也來了不少 來了一萬三千兩百五十四人 其實這個數字上看起來 還是帶給我們不少傷心啦 對不對菁姐 是沒錯喔 其實至於我們上次估的數字 還是很接近 你記得那時候因為報紙很誇張 他寫說八萬人 對我們就想說你想想看嘛 因為我們每天有限制人數嘛 怎麼可能也不可能破到八萬 那時候我記得我們就估大概接近四萬 三萬六到三萬八 其實也差不多 那主要是自由行的部分 這次是比預期的好非常多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上次 我記得我來節目沒有分析喔 就是經驗來複製的話 他們自由行喔 在過去這六七年來成長三倍 其實你看我們一般自由行 我們一天是平均說是五百人嘛 對不對 你看這次也到了兩千多人 所以等於自由行我們也成長了三四倍 所以這確實是這一塊喔 這個因為自由行的部分 是大家都可以到處隨意走走 就像剛才講的醫美 你知道嗎 其實因為我自己也認識幾個醫生朋友 醫美的朋友喔 他就說韓國他們是整團 就不是說我是醫美團 我就帶到首爾去 就在首爾旁邊 他就有類似這種醫美園區 很方便 那邊就是你去 就可以弄一弄啊 玩一玩吃吃喝喝 就是一個園區了 就是你想想看 我們比如說他飛機 直接坐到松山機場 我們是不是在松山機場附近 是不是就可以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中校東路嘛 中校東路也很近嘛 對不對 民生社區附近我是假設 就是我們其實也可以想一想怎麼做 因為其實醫美在台灣 你看中校東路整條都在醫美街了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大家可能就是說 也要想一想說 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要賺這個陸客的錢 對不對 有沒有想到說 怎麼樣可以挖到他們的 口袋裡的東西 對 而且靜雲姐 你手上要帶我們看的這一張 是陸客到台灣來 他花的錢有多少 現在是越來越多 對 沒有錯 這個應該說 我這邊還有一個看板 這個剛才大家已經看到了 那這部分就是剛才我們 剛剛看到的一個所了解的 這個是大陸的遊客的消費排名 他到其他國家去玩 現在這個在台灣玩的 這個花的錢是越來越多了 對 剛才我們看到了 大概平均2011年有5萬2台幣 我們看到就是主要花在哪裡 台北101SOGO跟故宮 這幾地方 其實因為我自己去港澳玩過 香港當然還是有些精品 但是如果澳門的話 說實在這樣 你看至於我們去玩 澳門在買什麼 我扛了一整箱的那個杏仁餅 杏仁餅 對 大概花了幾千塊錢 就是你怎麼買 你再買幾千塊錢就很重 你不如在台灣101買一支錶 幾十萬上百萬這樣子 對 但是你買錶 而且我知道像陸客 你都喜歡買一些玉 對 或是像故宮 你買一些那個紀念品 有的還 你說房品也不便宜 對 或是說像他們 有時候像義大也有很多那個 奧雷莫 對 對 就是說這些東西 它因為單價比較高 所以我想也是提 就是把這個整個消費金額 提高的一個主要原因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已經超過澳門 甚至超過香港 平均大概每個人 可以花到5萬2 那你看我們現在就是說 這次有4萬多的陸客來到這裡 所以大家也可以算算說 我們這次在台灣 能夠得到多少商機 可是就是說 我覺得我要接續容許講 就是說 上次我記得我們也跟那個 輝哥 我們在聊 就是說台灣的話 畢竟還是有限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說 在陸客因為申請來台 還是有些限制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 比較在focus在中國內需這一塊 因為這個人潮的移動跟消費 還是比台灣會驚人太多 因為還是因為他們所謂的人口紅利的問題 對所以呢這11黃金周 我們還算是有稍微分到一點點啦 不過呢我們繼續要帶你看看 這11黃金周現在呢 在大陸的專家 他們都在討論說 其實出現了所謂的捷後症候群 這是他們大陸自己專家分析的 那麼所謂的這個捷後症候群 什麼叫10黃金周的症候群 他們提的是這一點 他說你看喔 我們剛剛提到說 黃金周大家出去玩 好那大家出去玩 你總要有人服務他對不對 旅遊業不能放假 好所以呢他們說這放假的8天當中 史上最長的黃金周馬上看到了 以後可能每年都有同樣狀況 放假的時候 他們大陸的規定是 9月30號到10月3號 這個時候你叫人家來上班 你要給人家三倍薪水 那然後如果是10月4號到10月7號 你要付他兩倍薪水 也就是說如果放假8天喔 我如果是旅遊業的這個員工 我來上班 8天我可以領20天的工資喔 好然後我們又看到了 最近這個富士康又出現狀況 因為他們現在這個iPhone5要趕出貨 大家通通來上班 你要付他20天的工資 那最近不曉得 是不是因為這個工資有點狀況 所以富士康又爆發了這個罷工潮 怎麼又會有這樣的狀況 而且其實不只是富士康 在整個經濟面 好像真的都會出現這個工資的問題 好現在中國大陸已經不能說 付錢了事喔 因為以前來講話 就是說大家比較生活比較困苦 你給我多一點的錢 我就不要放假就算 現在大家都已經有錢喔 那所以我難得放假 而且一次放那麼長的8天 我可以好好去規劃 你要叫我繼續做 而且這個可能又是公司 可能有些公司是要趕出貨 比如說像是富士康 要趕出貨 趕出貨的情況之下 你會看到別人都在玩 我在這邊工作 然後領的錢又不見得是 我想要真的想要多賺的錢 就會爆發這種狀況 所以這個就傳出來 最近傳出來就是中國富士康 這個又有這種罷工的現象 不過他們公司是說沒有啦 沒有 不過我想就是說 我們從幾個方向來看 可能就是說 在這個工廠 這個工廠的一個 這個維護上面 可能確實有一點壓力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最近 在iPhone5的一個出貨狀況 因為第一批500萬支全部銷售一空 那現在是怎麼樣缺貨 那缺貨應該要怎麼樣做 缺貨就是要趕工嘛 那你日夜趕工放下來 也趕工 這個其實生產線上的一個員工 他的壓力其實非常的大 而且這一次iPhone5的狀況又特別多 我們不要講說他裡面軟體的部分 可能美國這個Apple他們總部 他們會去處理 但是在飢渴的一個部分 現在出了一種狀況 就是不耐摔 對 這個不防刮 不耐摔不防刮的情況之下 很容易落產 等於叫做落產 那所以現在就是說 這個開始他趕工的時候 同時也要求品質 那這個會讓員工雙重壓力 就是說你要跟我做很快 那你我們要知道 因為這個富士康他們的一個做法 就是說他們很軍事化 我記得有一個新聞就是說 那個時候富士康他從這個深圳 那邊簽廠簽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在這個四川的這個成都 第二個是在這個河南的鄭州 河南鄭州這專門做手機的一個組裝 那在這一個地方 他說從註冊到第一個生產線可以開始生產 一個月一個月就辦到了 所以他們就是軍事化的一個管理 然後速度很快 但同樣的就是說你要速度快 然後又要品質好的時候 那種壓力就會很大 所以也不排除就是說 因為這一次iPhone5 這個要求生產快一點 然後又要這個機殼怎麼樣做 怎麼樣做 品質上又有所要求 那因為這些員工可能是 這個訓練上這個比較不足 因為你港 所以在這一次會產生這樣的一個問題 不過我想這個鴻海這麼大的一個企業 應該會好好處理好這種事情 不過已經反應在股價上面 你看我們看這股價其實反應速度非常快 我們剛剛看的是潤泰群潤太金 反應中國內需消費 然後這個股價 你說他業績不好嗎 業績不會不好 因為他這個iPhone5 你再怎麼樣出貨 這個這個供不應求 他還是出貨了五千五百萬支 而且後面還有很多要出 但是你看他股價有沒有反應 最近操作iPhone5供應鏈股票的人 其實都歸錢了 不只是鴻海的股價 漲成這個樣子 包括像台郡 加聯益 這個瑞宜 大力光 一大堆所有Apple 你講得出來的股票 全部現行都大概是漲成這樣 你說他業績不好 不是不好 但股價的一個走勢 確實反映出來 有一點這個 而讓市場意外的地方 所以我想這個很可能就是跟iPhone5 最近推出第一個公布應求 第二個他的一個產品品質上 出現一些狀況 不過我們剛回過頭來談這個 在工資的部分 其實現在以前大家會講說 大陸是世界工廠 因為工資非常便宜 大家的工廠都涉到那去 但現在他的工資 其實都已經漲上來了 這個靜雲姐你好像有一些台商朋友 他現在最近這個 在這個人工方面的付出 真的是要變多 沒有錯 因為朋友不敢去跟他們人擠 這他們放假的 就回來這邊行親 看看朋友 看看親人 那回來我們聚會在聊 因為他們也是在這個深圳附近開個小廠 其實做的也是 他是做電池方面的 對 他就說哇 最近我們公司也是 就是工資這個壓力也是非常大 階階高深 那因為它是個小廠 他說大概現在調到2000多塊 然後他要給加班費 因為他們這些天也是在趕工 大概到快3000塊 那就是我們用折算人民幣 大概折算台幣的話都一萬一一萬二 大概到這個數字 就是說以他們來說的話已經是調漲過的 一萬一一萬二這樣子 對台幣 就是說人民幣大概是2000多塊左右 就是說已經是調漲過的 就是已經分批調漲 那當然不能跟富士康比 富士康的薪資還是相對是比較高的 那他的這些員工 他說 我跟你講他說年紀都很輕 他說 但我是不知道富士康的狀況 他說他這群員工都會加班 為什麼年輕人他就是要賺加班費 那加班費他賺一賺之後呢 他會賺完這批加班費呢 他會提出辭程 通通也是一樣 一個月前提出來就好 然後怎麼樣 換一個地方去打工 他說我們講打工度假對不對 對他們也在打工度假嗎 他們也在打工度假嗎 真的真的 他會譬如說也就是跑回鄭州去 他可能去鄭州打打工 做一做做個半年 再跑回可能哪裡哪裡 就是說到處這樣子走 也因為你打工度假 然後賺怎麼樣 賺的就是說 因為現在調高薪資之後 工資之後 他的這個整個收入有增加 對年限來說 是 所以就是說現在因為普遍薪資調高之後 就有這樣一個現象 我覺得在尤其在年輕人 對 所以他們這個大陸 已經不再是世界工廠 那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請容許跟很快跟我們分享 我們看到如果大陸的工資 全部漲上來了 你覺得有可能這些台商 會回到台灣來設廠嗎 我認為因為人工的一個成本的話 不見得會引這個台商回流 是 因為其實如果要比人工成本 應該要去更這個薪資更低的地方 比如說下東南亞 他不會回到台灣 回到台灣 我認為唯一的理由就是MIT 我們有MIT這個品質 你說我這個東西就是MIT做的 我可以賣的比較貴 那OK 這一點我認為對台商是有賣點 但如果你用人工 我認為是沒有太大賣點 是 所以如果真的要吸引他們回來 你可能有其他的附加價值要加上去 否則的話 恐怕光是大陸的工資上揚 這還不足以構成台商回到台灣 好 來我們休息一下 下一段節目要帶您來看 現在正夯的部落格宅經濟 很多的部落客他們是靠著寫文章 就能賺錢喔 休息一下 慢慢回來